哈喽大家好,哈喽我是天 来到了2023年 大家对折叠屏手机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 所以各家厂商在折叠屏手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 近期小米就推出了小米MIX Fold的第三代 这次MIX FoldTree主打的就是影像表现 我们现在就先来给大家看看它的手机配置 MIX FoldTree的重量是去到255g 合起来的厚度是10.86mm 展开的厚度是5.26mm 它这次一共有推出三款颜色 有星耀精、月影黑和龙鳞纤维版 MIMIX FoldTree的前置镜头是搭载了双前置2000万像素的自拍镜头 后置镜头是使用了Sony MMS800 5000万像素的莱卡主色 再配上一颗1200万像素的莱卡超广角镜头 和一颗1000万像素的莱卡人像长焦镜头 还有一颗1000万像素的莱卡前望式长焦镜头 在23mm和75mm还有115mm 这三颗镜头都有支持OIS的光学防抖 MIMIX FoldTree的外屏是使用了一副6.56英寸的 揉性AMOLED旗舰屏幕 内屏是配备了一副8.03英寸的2K超视感屏幕 还有支持120Hz LTPO自私印刷新率 两副屏幕的触控采用率都是去到240Hz 屏幕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去到2600nit 它还配备了旗舰级对称式立体声双扬声器 MIMIX FoldTree内置了4800mAh的电量 还有三颗小米澎湃充电芯片补助 再配上67W的有线充电和50W的无线充电 它的处理器是搭载了台积电4nm工艺制成的 第二代骁龙80线版处理器 再配上LPDDR5X和UFS4.0的高速存储 散热方面是使用了超豪华VC液冷散热系统 散热面积去到10943平方毫米 它这次一共有推出三个版本 12加256卖价6299 16加512卖价7099 16加1TB卖价7999 龙银版12加256卖价6599 16加512卖价7399 16加1TB卖价8199 这一台就是小米MIX FoldTree啦 我们先来做一个开箱 盒子里面会有送你两张说明书 还会给你一支开信卡的信卡针 也会送你一个外屏保护框 和一个后盖保护壳 这次小米也加入了一个支架 方便手机斜方看影片 还会给你一条PAC2USB的数据线 和一个原装67W的快充充电器 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小米MIX FoldTree的实体机 我们这次拿到的版本是龙铃纤维版 上方就有四颗镜头 还有一个闪光灯 右上角还有一个莱卡的标志 下方也有一个金色的小米logo 小米MIX FoldTree龙铃纤维版 这次的龙铃纤维 是小米采用了一种陶瓷纤维 加方轮纤维 复合编制 叠加而成了一种高弹性 高强度的新材料 龙铃纤维版在中轴外壳上 多了一条细细的金线涂装 这个设计也是为了致敬初代Mix Fold陶瓷版的特色设计 这个是下方的speaker 这个是TAP-C的充电插孔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上方的speaker 这个是放心卡的位置 这个是麦克风的sensor 这个是Infrared的sensor 这个是侧边的音量按键加跟节 这个sky关机按键也就是指纹解锁的地方 从侧边看起来主镜头的部分会稍微比较突出一点 Mig Fold3屏幕展开之后的厚度只有5.26mm 这个数字虽然不是最顶尖 但也绝对是第一梯队 屏幕中间的折痕不去刻意追求角度挑刺的话 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内屏左上方也加了一颗自拍镜头 外屏的屏幕下巴也是属于比较窄的 外屏的前置镜头也是使用了中央打孔屏的设计 SIM卡的部分它是可以支持两张SIM卡 但是不支持memory卡 它的处理器是8核 最高可以去到3.36GHz 它的Android版本是用到Android 13 系统版本是用到MIUI 14.1.8 色彩风格里面它可以支持专业原色 生动 鲜艳 高级模式 它还可以支持真彩显示 在屏幕刷新率的部分 内屏和外屏都同样支持60Hz的刷新率 最高也都一样可以去到120Hz 它也可以支持超分辨率增强 AI场景优化 视频画质增强 和动态画面补偿 在内存扩展里面 它最高可以扩展多7GB的RAM 当我们连续再切换两个不同Apps的时候 系统就会出现开始分屏的功能提示 我们只需要点击开启分屏 就可以自动进入分屏模式了 这次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新功能 当我们把屏幕折起来的时候 背景的动画也会跟着折叠的角度 展开和关闭 这个是主镜头 这个是广角镜头 这个是两倍镜头 3.2倍镜头 和5倍镜头 它Zun的话最高可以Zun到50倍 在录像里面 它也是可以支持超级防抖 和超级防抖Pro 录影画质可以支持720p 30帧 最高可以去到8K 24帧 这个是专业模式 这个是文档模式 这个是人像模式 在大师镜头里面 它有支持人文35mm 旋角50mm 肖像75mm 柔角90mm 这个是夜景模式 更多里面它有50MB 超清失效 全景 微电影 慢动作 严实摄影 AI水影 常曝光 超级月亮 导演模式 这个是开启了夜景模式之下 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 这个是在比较暗的夜景之下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前置镜头的人像模式 这个是采用了三种 不同焦段拍摄出来的效果 最上方的是开启了 一倍焦段拍摄出来的效果 左下角是开启了 3.2倍拍摄出来的效果 右下角是开启了 5倍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 50MP超清失效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 后置主镜头 4K6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超级防抖 拍摄出来的效果 这个是开启了前置镜头 1080p60帧的帧数 拍摄出来的效果 战兔兔跑分里面 它是去到1570390分 它的单核跑分去到2032分 它的多核跑分去到5411分 在王者荣耀里面 它的帧率最高 可以去到极高 分辨率最高 可以去到超高 Migfold 3两幅屏幕的王者荣耀 都可以支持到120帧 达了三长排位 平均温度保持在43-45度左右 和平行里面 我们打开画面设置 流畅最高 可以去到90帧 均衡最高 可以去到极限 高清最高 也是一样 可以去到极限 HDR高清 也是一样 可以去到极限 超高清 要在外面大厅设置 这一次 小米Migfold 3的内外屏幕 都升级去到了 Samsung E6的材质 外屏 采用了一副 6.56英寸 Amolec的双取屏 分辨率去到 2520x1080 支持P3色域 还使用了康宁大猩猩玻璃 WITOS 2 内屏打开之后 是一副8.83英寸的 Ecore 2 OLED Plus大屏幕 分辨率去到2160x1916 也采用了UTG超薄玻璃 这一次 内外屏幕显示效果一致 也避免了色彩差异 和刷新率不匹配的问题 还加入了之前取消的 内屏前置镜头 在屏幕的左上角 像素去到2000万 支持多种美元功能 自拍效果 和传统手机相同 在影像的表现 小米自从和莱卡合作了之后 在影像方面 确实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一方面也借助了莱卡的加持 更容易捕捉到人文风格照片 在暗光夜景的环境之下 MIMIC Fold3拍摄的夜景照片 画质纯净 没有明显的噪点 并且也不会出现感光过爆的情况 整体色彩鲜明 看起来也很舒适 在手机性能的部分 作为一款旗舰手机 小米Mig Fold3的表现无庸置疑 它采用了第二代 骁龙8领先版的处理器 再配上LPDDR5X和UFS4.0 这样的硬件组合 也已经是目前安卓旗舰手机的顶级配置 好分也去到157万的超高分 所以无论日常使用 还是游戏体验 操作都非常流畅 最后我们总结 这次小米Mig Fold3在轻薄度 和图像质量方面毫不妥协 还配备了强大的影像功能和性能 我们都知道骁龙8 Gen 2领先版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很多友商考虑到价格的问题 都选择老老实实的等骁龙8 Gen 3 所以知道小米这次直接把芯片 用在了Mig Fold3上面 让这颗骁龙8 Gen 2领先版 罕见的出现在了折铁屏手机上面 小米上一代折铁手机存在的悬停功能 相机影像和无线充电之类短板的问题 小米Mig Fold3在这次升级中 全部都升级改进了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台影像功能 比较强的旗舰折叠手机 都非常推荐你可以考虑这一台 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 看看你对这一次的Mig Fold3有什么看法 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如果对这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 都可以点击下方的购买链接 来去做下单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记得赶快帮我们做个订阅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